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旦疫情大爆发 国内医疗系统或者将会超出负荷 报道又引述有传染病学家指 新冠肺炎大流行 会为前线医护人员带来精神压力和过劳 建议政府为他们设立情绪辅导服务 并提供隔离居所 让他们不用担心将病毒传给家人 而缩短他们的上班时间 调派其他部门的医护到前线工作 以及安排已经退休的医护人员来支援 也可以减低医护人员过劳的机会 纽约时报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自中国扩散至全球 亚洲地区的旅游业首当其冲 受到沉重的打击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国际游客 和旅游收入来源 在疫情之下 航空公司、酒店 以及旅游运营商的大量订单被取消 预订量剧降 有英国咨询公司估计 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 严重依赖中国游客的国家 在旅游相关方面的损失 预计都最少达到大约234亿港元 报道又指 日本应花贵临近 但在疫情之下 经到人流疏落 而越南汇安的中国游客大减 平日擠满旅游巴的街头变得冷清 有商店的老板说 爆发疫情以来生意已经大跌了六成半 彭博报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日渐打破经济迅速反弹的希望 全球经济或者遭遇 自十几年前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一年 几个星期之前 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一旦疫情得到控制 以中国为主的经济下滑局面将会迅速扭转 不过中国仍然有大量工厂还未复工 供应链被截断 旅游业和贸易也都受到打击 报道说 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还很漫长 据彭博经济研究计算 今个星期中国经济的复工率 在正常水平的六至七成 较上星期的五至六成上升 但当前主要央行还未采取降息措施 而病毒传播至欧美之后 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恐怕同样面临威胁 当方日报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当中提出多项疫周期措施 涉款超过1,200亿元 其中更加是信应民意 推出全民派钱 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发放1万元 香港民意研究计划 就预算案做调查 结果发现有4成6的受访者 满意预算案 是近10年来的最高 以100分为满分计算 预算案获得54.1分 被去年上升7分 鉴于市民满意率上升 连带陈茂波的民望亦都大反弹 获43.5分 香港民言名誉总监中建华认为 结果反映市民情绪上的反弹 对政府公布的逆周期措施反应正面 当方日报的政论亦都提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是3年来最高分 满意率更加是10年来最高 政府有责任令到市民开怀 政客的表现却将香港人弃怀 法民主派眼见预算案 为港府挽回不少民望 又重施故技挑拨离间 法民主派一样纷纷表明 不会支持包括警察预算在内的整份预算案 文章指出 法民主派针对的目标依旧是警队 视为眼中钉 惧怕警队壮大 特区三权崩坏 立法和司法机关难头 使人转望 行政机关职弱 很不容易才靠一份似样的财政预算案 挽回一些民望 还望再接再来 预算案涵盖范畴要尽力做好 预算案围漏的 好像是撤销楼市辣椒 需要重速推行 派钱只能换来一时掌声 长治久安才是市民最需要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施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将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违法者将会受到重罚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指出 科学研究表明 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生发传染病 大到与动物有关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对于保障生态安全 以及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科学文明的饮食习惯 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应该高度重视饮食教育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推进健康中国行动 一是树立正确的食物观 二是普及健康饮食知识 三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健康中国 离不开健康的饮食 全社会携手起来 培育科学文明的饮食习惯 形成良好的餐作文化 更好享受生活 旺报的评论文章提到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在大陆慢慢地获得控制 但是在南韩、日本、意大利等等的国家 却出现失控的趋势 社会组织表示 疫情还未形成全球大流行 但是上述国家的情况令人忧心 疫情在多地出现 因证全人类都是休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并不是只是地球某一端的灾难 疫情防控并不是国与国的竞赛 而是人类和病毒的竞赛 所有国家都应该有 而且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应该持客观理性态度 既不必盲目全盘照抄 亦都不应该刻意质疑敌事 而应该客观正视 大陆作为疫情先法地 付出巨大牺牲的宝贵防控经验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